鄉親想要找頭路嗎? 中華管政府前一項的住宅破爛會11號 還在6天的文聰會館幾乎 現場是來了60間的衆箱 提供1千多的這款 包括這個科科技上市集幾公司 和各種的專業人材 慶祝很多求一個民眾來找頭路 住宅破爛會中人條勃 主辦單位安排好的座位 都是區域民眾真正在寫履歷 另外還有美化業者 現場替區域民眾設計發行 讓區域民眾影響投入時 第一印象大加分 就是少子化已經衝擊到 我們現在的駅市場 那我們今年度規劃了這四場次 那剛剛提到我們這60幾家廠商 其中有17家都是上市上櫃 就是不管在福利待遇各方面都蠻好的 那當然他的職種也相當的多 包含我們的儲備管理幹部 我們的技術人員 那工程師管理人員 當然有很多是現場的作業人員 那我們希望藉由這些機會 讓有一些需要人才的公司 跟我們要求職或轉職的民眾 能夠做一個媒合 那現場除了我們求財媒合之外 那我們也有提供一些諮詢的服務 那還有相關的我們勞工權益 或是勞基法相關法令的說明 60間企業拜登 提供一千多的工作機會 輕很多人來這裡找頭路 其中正是公司到16間 透過就入普蘭會 提供企業和求職民眾 民對民媒合機會 我們希望所有的鄉親都能夠先來就業 不要再待在家裡先就業 然後再慢慢來找工作 這樣的話我們可以減輕我們家庭經濟的一個負擔 那我們知道現場會不斷的來改善所有職場的工作環境 讓我們職場更能夠安全更能夠衛生 也更能夠人心化 讓大家都能夠有很好的工作的條件 以及很好的待遇 一百萬年中法官就入普蘭會 提供的這塊比翁年多出很多 不管是在入獎 還是想要多頭路 再來還有三人的就入普蘭會等鄉親 來找到你們想要愛的工作 大中法新聞 林菊英 六江財方報道